是回回103天 在前一天本土确诊数首度加零 没有想到呢 才隔一天又破功了 中央宣布台北市在11号 新增了4名本土个案 市长柯文哲坦言 要完全清零 得要28天都加零 才比较算数 而至于前一天 开心到想要跳舞的副市长黄珊珊 也再度喊话了 只要28天清零目标达成 不排除要秀武器给全体的市民看 而其中呢有一位确诊者的足迹 是到过了远东百货的保庆殿 那么环保局呢 在下午也紧急的前往清销 消毒人员沿着百货外围 仔细清销远东百货保庆殿 上周才传柜姐确诊 如今又有确诊者足迹 办那个卡片啊 不晓得他们关了 不晓得改天啊 看怎么关起 他们有确诊者足迹 哦 那快离开 来逛街的民众吓到干净闪 百货门口公布紧急停业一天 北市十一号新增四名确诊个案 其中案15907足迹到过保庆殿 和捷运红绿线 目前感染源不明 另外还有案15908 则是餐厅员工 但CT值高达36 一次遭到先生家户感染后 遗留病毒在体内 另外还有两例 分别是到过南部的万华民众 与居隔期间转阳性个案 昨天家庭我也非常清楚 那个就是高兴一天而已 如果真的要完全清零 大概要28天 每天才确保说它清零 交通的方便你知道 所以要真正加零 要达到全岛加零 28天才算是真正过关 客问者脸书 前一天才开心 可以期待回到正常那天 说双北就像打了世界大战 副支站黄珊珊甚至想跳舞 没想到才隔一天 加零破功 黄珊珊这回公开发出祭品谈话 清零目标落实达成 秀舞祭给全体市民看 为了给他们打气 我才说如果有一天是零 我们不用开会 那我们就来跳舞唱歌 真的有一天 是28天清零的话 那这个真的可以考虑 病毒依旧 前常社区挖出感染源 越来越困难 副市长五步也成了 加零新目标 接着我们讲零一行 台湾到 我们下期再见